大家好,我是郭艾秀才 这个视频呢,咱们深度点评 列出向美景能源航发动力 方大探数 三一总工,力行精力等 失去失留,随未来可期 首先呢,在解读之前 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所谓失去失留的问题呢 本质上 它是持股条件有无发生变化的问题 以及呢,未知风险隐患 有无增添的问题 或者说买卖条件是否触发的一个问题 好,只有这样的话呢 你在复盘在跟踪的时候呢 你才有提放师 才知道怎么看什么 以及呢,怎么去应对 那么首先呢,咱们先简单的 用一分钟讲一下盘面的环境 环境的话呢,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对于当前环境的话呢 个人的一个判断 接下来要进入到 又一个相对来说高峰险区 因为呢,这一轮反弹 从3312.72以来的反弹 它已经触碰到了上方的平台下沿 也就是3500点的位置 3500点 以及呢,3500点上方 它是一个高压区 所以说呢 而且连续几天 昨天前天 甚至包括今天 都有可能是呈现缩量的一种状态 如果说连续反弹 触碰高压区 再底下缩量的一种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要防风险的 所以说呢 接下来对于盘面来讲的话呢 是要防范的二次掺底 一是二次掺底 二是震荡 就能可能回落下来 如果说强一点的话呢 有执行激励 它可能呢 再震一下 就是呢 但是眼下来讲的话呢 向上不愿意不一去追 反而呢 适当的要降一降仓位 这是大的一个思路 大的一个框架 这是商政指数 好 那么像创业版指数的话呢 其实也是如此 创业版指数呢 潜高的位置也有承压 昨天反弹是缩量的 再加上昨天高潮 今天分化 所以说呢 对应的像 昨天领涨的强势的板块 今天呢 纷纷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化 好 那么咱们再拒绝到个五层面 例如像美景能源 那么像美景能源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首先 今天呢 它是属于涨停 而且呢 对这一只个五 咱们之前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呢 从五块八毛五的位置 作为一个观察点来讲 它是认定为日线级别的中枢延伸 那么中枢延伸从推演的角度来讲 那么是期待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要么是期待向上离开段 要么是不断的给出中枢延伸 但是呢 我们来看把中枢上延节点呢 就是高中取低低中取高 那么把中枢上延 就把中枢给标注出来 标注出来中枢上延的位置呢 是七块九毛八 也就是说呢 这个位置其实很重要 咱们前面跟踪的视角呢 这个是回落 当时呢 对应的就是参考八块钱的位置 也就是说前面七块九毛八的位置 它是日线的中枢上延 只要回彩不破 加上一笔下 加上底分 它的次级别三买 次级别三买出现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跟踪的视角就是三买转二卖 还是三买转一卖 三买转二卖的话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位置反弹 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三买转一卖的话呢 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但是呢 和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反弹 它是有一定的力度衰竭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被离 那么呢 三买转一卖 那么当前的话呢 当前是涨停的一种状态 就是说呢 这个位置反弹 还不能认定 它结束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再结合 其他的一些观察视角和维度 前面讲到呢 比如说高点和高点相连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企业相上的通道来进行看待 那么靠近上沿的节点的话呢 对应的 是要防风险点的 也就是说今天涨停 封不住 最终开板了 那么呢 短线是找卖点的 那么如果说是波段的一个视角来讲 也适当去减持 如果说今天封死 不开板了 那么呢 第二天 分时当中的冲高 只要不是这种强者进击的方式 那么也要去找卖点 找风险点 等它再一次呢 回落下来 只要补破前面的低点 依然补破 下方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上沿 再作为新的一个观察点 另外一个视角的话呢 也可以把这个平台 中轨的位置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参考 如果说呢 后面它震荡的沿着这样的一个中轨内部 它视为一个偏强的一种震荡整理 那么呢 靠近下沿一旦找机会点 靠近上沿一旦找风险点 那么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 最终 好 震荡过程当中不断的低点抬高 然而量能不说 再向上突破 突破之后呢 又是新的观察点 好 这是美景能源 也说呢 当前密切观察 当前的 掌停板能不能封住 能封住的话呢 那么呢 可以去 等待赤日 分死高点 找找 找卖点 如果说呢 封不住 那么呢 可以先做 降低仓位的一个处理 好 这是美景能源 那么我们再来就看向航发动力 那么向航发动力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跟踪视角 就是想虽然说呢 突破的前面高点了 今天呢 量能跟 已经达到昨天量能 基本上吃平 那么加上下午盘的量呢 也是大概是放量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反弹 依然是个人认为呢 依然是 逢高找卖点的视角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在这个节点呢 它是前高 在这个位置呢 它是有个三十分钟中枢的一个平台 那么在三十分钟中枢这个节点上面呢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成压的区间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对应的 因为对于整个盘面来讲 它是面临即将调整 或者是面临可能要调整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或者这样的一个风险点在 所以说呢 大概率上面来讲 向上 那么呢 还是除非呢 它能够出现长治涨停的手法 否则的话呢 它是在 城压区附近 也是呢 逢高找卖点 只不过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逢高找卖点过之后 后面呢 如果再一次回落 它只要说不破前面低点 然后呢 140年军演不破 前面低点不破 那么呢 再度回落下来 依然可以找新的机会点 只不过呢 它的一个节奏 就属于观察 MICD是不是能保持 这临组上方强势的一种状态 警察的状态 好 这是航发动力 个人认为呢 不能去追 也是呢 逢高找卖点的一个策略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方大摊数 那么像方大摊数 这一支个股当前 昨天呢 是一个带量的 少突破 突破9块钱的位置 那么今天呢 上盘的节点呢 它是一个 真浪 小银星 那么呢 结合像方大摊数 它的一个位置来讲 咱们前面跟踪的一个视角呢 就从大到小的一个 跟踪来去看 一 对应了 从5块2毛3 位置以来 把它作为这样的日线级别的中枢延伸 中枢延伸的话呢 是可以去期待 向上走离开段的 这是咱们前面的跟踪视角 那么这个向上离开段的走法呢 咱们内部去跟当前还是一笔上的延续 一笔上的延续的话呢 目前位置还不能视为走弯 而且呢 从细微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位置是把它作为5分钟的中枢延伸 而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的 再向上走离开段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接下来观察的节点呢 就属于 它能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重心上移的一种状态 只要保持重心上移的一种状态的话呢 那么它的出入条件 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 但是向上了 一个是潜高 潜高 那么呢 它也是有这样的沉压 但是呢 这个压力相对来说并不重 这是方大探数 那么我们重点放在这个节点 它能有没有走完 那么呢 我们用更小级别来看的话呢 30分钟是一个线段上的走法 目前位置30分钟 它只是线段上连中枢都没有组境 然而5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大家讲的节点 从7块2毛1 7块2毛1的位置呢 这个位置是第一个5分钟中枢 这是第二个5分钟中枢 后面的话呢 推演的方式是把它作为5分钟中枢延伸 延伸的话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 这个位置呢 它是上演了一个 一分钟的 把它作为一分钟的中枢 那么当前的话呢 跟踪的视角就是这个一分钟中枢 如果说连这个位置呢 都不破 它还是属于一个强势的一种状态 那么回落过之后的话呢 它还是有机会呢 再给新高的 那么退一步来讲 它的什么情况下 是会走坏呢 如果说 它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对应的 把下方这样的 因为它是一个重心上移的一个节奏 重心上移的一个节奏的话呢 如果说它把这样的一个 下方这样的一个平台 前面坚守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给跌穿了 就算下跌跌破这样的一个平台 反弹不给新高 然后呢 再往下 那么在思维什么 思维走坏走弱 否则的话呢 当前要么是回踩这个位置 不破机会往上 这是一种强势表达 第二的话呢 对应的 它也可以怎么走呢 它也可以在这个位置呢 继续回到这个平台内 回到平台内 但是重心要上移 只要重心还在上移的一种状态当中 它还让 它依然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中枢颜色 让它再向上走离开段 好 这是方大参数 然后呢 再用均线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是属于 五十三一百四十四天均线多头排列 多头排列的话呢 那么它只要说保持在 十三年均线上方的一个运行节奏当中 那么呢 依然可以作为持股条件 好 那么这从多周期的视角来讲呢 越开心 MICB经差 零周上方 好 均线的话呢 沿着五五月均线前上爬升 那么周K线的话呢 沿着五周均线的爬升 有量MICB零周上方经差的一种状态 好 日K线呢 也是如此 那么这叫什么 这叫做越周日强制周期公正 这叫做这种强制周期公正的条件 不发生改变 那么分钟级别的挑战的话呢 反而认为是小的机会点 其实呢 它的持股条件还还成立 那么什么时候要防范呢 就咱们刚才讲到最坏的一种 极端的一种情况 就是呢 以及出现这样的一个提速的一个调整 把这样的一个平台都给跌穿 跌穿过 最后的话呢 对应的日线MSD行行史差了 这个时候干嘛呢 一定要防范风险了 就它可能会作为新的观察点 然后呢 走一个30分钟中枢上 30分钟中枢 然后呢 在线下走离开段 这是最坏的情况 好 这是去跟 这是方大参数 好 那么像下面的 像三英重工 咱们就不做过多讲解 三英重工的话呢 它的定位超低反弹 有机构的潜伏 那么像这样的连续上涨过之后呢 考验资金接力 那么的短期 粉高是要找卖点的 那么再一次回过下来 它只要说不破下方的 不破前低 不破下方的那种直升 有带量 那么的 在缺口附近的位置 现在是在找新的机会点 好 这是粉高找卖点的 然后呢 再来看呢 像历讯经历 历讯经历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点评过 那么当前 它的跟踪是叫 114年均现成压 再加上呢 上方有这样的一个 五分钟的中枢平台 作为一个成压的一个节点 作为一个压力区去看 好 所以说呢 当前的这个节点的话呢 对应的 它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也是要找卖点的 等它回落下来之后呢 再去跟 好 这是短周期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呢 所有的去流的问题 其实都是持股条件 有没有发生改变 以及呢 未来的风险隐患 有没有增加 买卖是否出买卖条件 是否出发 所以说结合大盘环境 再结合当前个股的 一个表达来讲的话呢 个人认为 整体来讲是以谨慎为主 然呢 具体各国具体分析 那么呢 看它的一个条件 有没有发生改变 然后呢 它的 不管是从均线 还是从它的一个强热环境来讲 如果说还是向好的 那么你可以守它的趋势 守要守到一个 不管是均线也好 不管是趋势线也好 如果说呢 仿风险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仓位重的 那么风高 从盘面的角度来讲 风高降一降仓位 仓位轻的话呢 你守个股 它的一个节奏 好 来进行继续应对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